要达到2050年净零目标 每一年全球的碳排量都很重要 根据资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PWC 11日发布2023净零排放经济指数报告 2022年全球碳排放密集度下降2.5% 较2021年0.5% 有大幅改善 但若要达成 巴黎协定 2050年将升温控制在设施1.5度以内的目标 全球脱碳率需提升至17.2% 以及脱碳速度需较目前加快7倍 其中报告指出节能与减排能够促使碳排放密集度降低 对于企业该如何快速而有效地执行节能计划及减碳排呢 要快速执行有效的节能计划 可以利用智慧电能管理系统 透过实施有效的电能管理措施 帮助降低企业能源成本 落实ESG环境保护 提升设备效率 提高产品生产过程的稳定度 并且能够确保遵守相关法规和提升优化产线的技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之后